早前,各界友好相聚在播道會講福堂出席林彥尼的追思會 向這位有文壇才女、香港淑女美語的姊妹作出追憶思念 名為回家的追思會,由會場識調、布置和氣氛都貫徹林彥尼對於美的追求 並且由牧師、團契姊妹和友好分享她的生平點滴 讓人知道林彥尼從信仰中得著平安和盼望 生命和心意更新而變化的經歷 而當日,好友胡美儀朗讀她曾經在《天使心語看》親自撰寫的文章 蟹牧師、林牧師、柳牧師、周牧師等 牧師教誨我聖經上的知識 這十個月,我是十分喜悅的 每天起床,都喜樂 我已二十年,沒有那種喜樂了 知道她是一個很認真的人,很感性 而今天是她的追思會 教會邀請我讀出她生平的兩篇文章 其中一個是《天使心》中她所寫的喜樂 另一篇是她所寫的《一條你不曉得的路》 裡面是說她如何受情緒困擾的一些文章 在裡面是如何找回一條令到她解困的鑰匙 就是她接受耶穌 從莫心裡有溫暖 我覺得這是情緒受困者非常鼓勵的一件事 在追思會當中 除了有林彥尼教會團契的姊妹唱詩 亦有與她同行當年的獎勵平獻師 以及見證她信耶穌的朋友分享 原來在她的生命裡是很孤單寂寞 而她是一個很好強的人 她不會將她的感受告訴別人 但是在基督裡,我想耶穌融化了她的心 讓她能夠在主裡放下自己的驕傲 那個面具,而去依靠神 所以在最後的日子,神很愛她 讓她的人生最後幾年 是活出一個豐富和有意義有愛的人生 她那天缺詞的時候 真是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她真是說人的智慧是不夠神的智慧 我相信她以前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但是她本身不開心 但是她信了主的時候 她可以,好像牧師今天所說的 人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就看到改變了 吳忠文牧師 在追思會前 也看了很多林彥黎的書籍和文章 加上對她的了解 從中帶出人生要感悟的信息 她追求愛情 但是她得不到真正的愛和愛情的成果 她漢無寧靜 甚至通過禪修 仍然不能夠得到終極的寄託和歸宿 然而當她漢無永恆的時候 她卻在耶穌基督裡面 找到人生的安頓 很感恩她能夠認識耶穌 我很開心就是 現在雖然她離開了我們 很不捨得 但是我們知道她是神的壞中 當時可能我又未信主 她也不是信主 當時 我們是… 我也要跟她說一聲sorry 因為我跟她是有意見不合的 幾乎是吵架的 就是… 很不開心的 那… 之後… 都… 真的… 場合可能遇過 都沒有什麼聊天了 在這裡說一聲對不起 很感恩在她餘下那五年的日子 她認識了神 她知道原來她不用依靠自己這麼辛苦 她自己的人生這張單不是她自己埋 是有耶穌跟她在一起 我希望神也祝福她的兒子 認識神 和她身邊的家人或朋友 今天 林彥黎已經回到天家 和神在一起 求主安慰她的家人 度過哀傷 也讓我們繼續透過她的文字 追念這位一代才女 《追思會》足本版 將於7月28日晚上8時30分播放 敬請收看 早前播出的我不是老闆 記載澳自尊集團主席 蔡智輝的見證故事 7月28日 在創世基電都有一個分享會 由她親身跟大家分享 由屋邨仔到上市集團主席的經歷 除了聽分享之外 也可以買到她在今年書展推出的 最新自尊、自尊之路 這麼精彩的分享 絕對不可以錯過 快點打來22096280 或者登入這個網址報名吧